聚雍亭记 6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欧阳修的聚雍亭记 相信大家已经学完全部课文 现在试下写出文章的主子 主子就是作者描述在聚雍亭欣赏 营狼山的朝暮及四季的美景 由书写平民奔合禽料的太秀在山中的不同乐趣 陷促地寄托个人与民同乐的高远情怀 演组我们总结课文的特色 首先,我们来探讨作者所书写的复杂情怀 大家记不记得本文的写作背景呢? 宋仁宗期间,范仲淹推行申法,以求副国兵强 可视范仲淹却被搜救的大神攻击 歐阳修上书为范仲淹辩护 结果得罪了权贵,被贬徐州任之州 当时的歐阳修大约40岁 本文是写于他被贬官到徐州的第二年 欧阳修忠心为国,却被贬官,心成怎样呢? 他内心难免有点忧屈的 他正当成烈,却自号为罪欧 就有心境仓怒,借走销售的意味 此外,他尝于政务之余,与宾客 游沙满水,以消瘦内心的 凡忧 例如文中所说的 罪欧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愚之酒也 这就是借走销售 寄情山水,以排解苦门的味道 可视 变观平护士他 焦沉 腿台 反而尽心尽力把徐州治理好 使百姓安居乐意 本文以 狼爺山的美景风光为背景 描绘出 阮民同乐的融合 热闹的景象 作者还详细地描写料 平民游山之乐 及厌客 厌饮 之乐 间接地揭示出 徐州百姓的生活安定 官民关系融合 可谓正通人和 最后作者借授之乐 把他的爱护人民的 政治理想和 治理徐州的战绩 曲折地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来看 欧阳修能够在 逆境中 發放自却 以人民的幸福为龟子 结果能够做了美满的政治 这种真诚实在值得敬佩 其次 我们来谈谈本文的主线 那根认为作者 是以什么为主线呢 把全文贯通起来 作者是以 落字为主线的贯穿全文的 他首先是写 狼爷山的 景色变化万千 有无穷的乐趣 大家开始出 在篇中 相关的文字 例如 朝而往 无而归 四时之境 不同 而乐 亦无穷也 既然 而引发平民 游山之乐 大家开始举出 面中 有关的文字 就是 至于父者 歌于图 至道 除人游也 那 现任之乐 大家都可不可以 试试出 篇中有关的文字呢 其实就是 下面这一段文字了 奔合现任之乐 至道 中奔欢也 那 琴了山 林之乐呢 那 这篇中的 相关文字 就是 树林音笔 去到 由人去 而禽鳥落也 那 最后 才展一文中 的中心所在 就是 泰秀之乐 那 就是 然而 禽鳥之 山林之乐 去到 泰秀也 这种 这种 射法 除了使 全文贯穿起来之外 尽一步一步 带出主题 把内容的 逐层深化 写出快乐的 又不同的层次 泰秀与别人的 花乐与花乐 具有 爱闻的精神 层次是最高的 最后 有个练习给大家做 第一 欧阳修在本文书写 是什么情怀呢 之中 本文的 写作背景说明 二 本文的聚述 了禽鳥之乐 人之乐 或泰秀之乐 你最欣赏是哪种乐趣呢 本文的不停 写作背景说明 我感觉很棒 你太温暖了 感觉很棒 你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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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